而臺北市新光三月的A八管 就在五號中午臨時宣布修管一天 因應政府的政策要進行預防性消毒 雖然今天恢復了營業 駁著臺北市的熱區信義區 不見週末以往的人潮逛街 金站百貨宣布 為了響應政府的呼籲 要從今天起自主停業三天 全面的消毒防疫 周日一早金站百貨大門緊閉 仔細看看門口貼出了公告 原來是要自主停業三天進行大消毒 本土疫情持續延峻 為了響應雙北政府呼籲的 不要集會跟群聚金站百貨 是在六號到八號自主停業三天 而這也是他們在第三級 警戒之後的第三度停業 早在五月金站就曾停業兩次 這回包含台北店雙聯爵士廣場 和新店小壁壇站都受到影響 但看看另一頭百貨淋漓的信義區 景象更堪稱一片空城 本幹事熱鬧的週末 在雙北進入三級防疫警戒之後 將近一個月的時間都是冷冷清清 新冠三月A8館五號更是臨時 休館一天進行預防性消毒 但人潮大幅銳減 員工實在苦不堪言 外面的客人幾乎很少就看不到 都是有上班的人 可是上班也分流了嘛 就也減很多 看起來可能只剩個 不知道有沒有到一層 也有在跟透過這個協會 來跟百貨公司討論 是不是先縮短它的營業時間 那一切都以指揮中心 依照疫情的情況會滾動檢討 不知百貨大受衝擊 疫情熱趣的萬華狀況也很慘烈 從事餐飲業十多年的居酒屋老闆透露 所有店面都已經關閉 光是電租人事成本 每個月至少慘賠了50萬到60萬元 疫情之下白夜蕭條 白貨餐飲熱鬧景象 恐怕短時間很難再看到 記者對於這裡 蘇維SNG小組台北裁縫報導